孝公见到商鞅心里松快了许多 可商鞅却恰恰相反 内心里紧得很 秦国当下第一要务 务须孝公拍板 那就是寻访太子 血利储君 商鞅准备把此事办妥当后再隐退 偏偏此时 大龄女青年老婆盈玉 怀孕了 令她有点左右为难 非常时期 防范各方势力发难 保障国家稳定 商鞅秘密召集心腹大员 周密部署并进入国室 警监秘密勘察太子行踪 车鹰彻查和落实 每个罪犯的服刑情况 王室查看每一个被贬处官员的动态 杜志见到咸阳城防突然加强 甘龙的官邸外也似有暗哨 盈曲良还失败太庙 于是与甘龙分析 必有大事发生 估计盈曲良病了 杜志极力建议联名上书 让甘龙当国领政 老甘龙警告他 盈曲良旁徨无际 脑袋掉了 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眼下大险 只要盈曲良在 你等都给我老老实实的窝着 天之将民 其黑游烈 并让自己的儿子密切注意 盈钱的动向 太后又去找盈钱 你看老大 商鞅变法让秦国收复了师弟 这不又把你的天约剑 给你弄回来了 就让事情过去吧 盈钱承认商鞅的功绩 而这自有国家风赏 与我俩的丝绸无关 太后多次调解无果 十分的无奈和放心不下 太子迎四化名秦树 游学到了他曾杀了人的眉线 与白山相处不错 并相约上门做客 白山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 从白山母亲的厨艺来看 却有些不同寻常 喝酒不用晚 却又酒绝 更不像一般人家 九过三巡 白山谈起了家族仇恨 全家人都是被太子迎四所杀 相传迎四以坠崖而死 白山满心的仇恨 通过眼神透出 两人都疑惑 明明好好的粮食 为什么就无端变成了杀石呢 为了这小子 被国君吹为树人 后来 失足摔死在了山里 景监查看太子 经过魔力 以金飞昔比 孝公便接回了 已经三十多岁的太子迎四 太后奶奶并没有着急 搂了孙子亲近 先让其明白大意 并教导她 公伯迎前 与姑父商君的不同 姑父是良辰典范 处处以国事为先 公伯哪里都好 却放不下丝绸 迎四表示 将拜商鞅为师 修习法令 也深知 没有商君 她当年也活不了 如今也是回不来 太后让她去看望 公伯迎前 切记 公是公 私是私 不能把私恨 化为公仇 景监向校公汇报 迎四这些年的情况 勤学勤法 并向官府匿名 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校公颇欣慰 经过搜查 已将公孙谷抓捕 有待何时身份 在此国政交接之际 秦国会不会掀起动荡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